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红桃 这个事情 你不用说了 你的意思我明白 明白就好 明白就好 你也知道 这个江陵警方看了你的相关资料 他们知道你跟红桃六案子的关系 所以让你来领导 他们能愿意吗 再说了 把案子的主动权 交给江陵警方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 而是居立开会统一意见后 做出的决定 我的目的就是抓到红头六 找到假明明 这是我的责任 师傅 刚刚发来短信 根据那天抓到开假明明车的人提供的信息 汪探长果然在水库打捞上来 他丢弃的电动车 小伙子的话还是未必可信 怀疑他隐瞒了嫌疑人的面部特征 小伙子的话可不可信 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辆奥迪车去过什么地方 反正我相信我会与汪探长 更早地找到那三名女学生 可是我们俩就跟这瞎转悠 你确定能比汪探长更快找到线索啊 师傅 你靠不靠谱啊 你看看你手里的照片 我再问你 你中学地理课学过垂直分布吗 学过啊 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 气温逐渐降低 所以从山路到山顶 会出现若干个植物分布界限 是这样吧 没错 我在那辆奥迪车的引擎盖上 同时找到了粒树 鱼树 还有松树的树叶 你说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这辆车在一条垂直分布 特别明显的路上走过 我告诉你啊 根据那辆奥迪车的里程表显示 它在短时间内没有去过更远的地方 而咱们南石市和江陵市 符合这种垂直分布的 只有岭南这一带 而岭南这一段呢 符合这种垂直分布的公路 也并不多 所以你看限制这么多 找到那辆奥迪车去过的地方 肯定不难 会很快 你看前面是不是有栗子树了 你看上面的树叶 是不是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嗯 是 我觉得啊 那个奥迪车肯定了 你怎么来过这儿 这儿是公坟 奥迪车来这儿干什么呀 击败某个人 走 看看 你看这个坟 明显就是刚刚祭拜过 其他的坟都没有这个坟 这个坟明显修得很精心啊 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 我看林子后面有一个村子 这个公坟应该就是属于 那个村子的 走吧 咱们进村看看 好 好 老夏 哎 我问一下 那个林子里那片公坟 是咱们村子里埋人的 是是是是 嗯 刘叔虎家住在哪儿 刘叔虎 有刘叔虎已经过世了 他已经死了 你们要到刘叔虎 你们就开股了呀 往前向左转就到了 哦 谢谢啊 谢谢 谢谢啊 喂 人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钱准备好了吗 当然 随时都可以交易 你现在带着钱来后山的飞工厂 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人 我会跟你处理得好好的 知道了 等着吧 干什么去啊 我出去了点事 怎么了 可以告诉我吗 我都说了是私事 你不需要知道 那我跟你一起去 哥 我都说了是私事 你去干嘛呀 你 这么多钱 行行行 我和别人在外面赌钱输了 这是我从公司走的账 回头从我那天心里扣不就完了 还不说实话 不是 我说的就是实话 要不要我打电话过去问问 在家老师给我待着 哪儿都不准去 知道了 你好 你好 我们是市局刑警队的 我叫刘洪涛 这位是黄敬仪警官 你好 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一下 你弟弟刘叔虎的事情 他前段日子出了车祸 人已经不在了 我们能到你家里去聊聊吗 好吧 请 就是想了解一下 你弟弟刘叔虎的事情 交警都来过好多次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交警了解的我们也都了解 这辆奥迪车见过吗 没有 你弟弟刘叔虎是哪天下葬的 这个月十九号 那就对了 十九号本地有一次强风天气 树木落叶特别多 很容易带进叶子 你们二位先坐 我给你们倒杯水 好 谢谢 谢谢 你给交警队打个电话 核实一下刘叔虎车祸的事情 好 钟虎 你肯定想不到 外面那两个人是警察 不是 警察又怎么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允许他们进来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允许他们进来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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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没事 一个朋友 上去吧 我没时间跟你先闹 我还忙着呢 我们是亲兄弟 如果有事 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承担 怎么样 刘叔虎这个月8号 开车在环山路 遇到山体落石 车翻到沟里起火 当场死亡 没有驾照 属于无证驾驶 那么小 不好意思 让二位就到了 谢谢 谢谢 我们来啊 就是想 你真的确定 十九号你弟弟下葬那天 没见过这辆奥迪车 没见到 你们家 还有什么人 我父母早逝 家里面兄弟三个 属虎这一走 就剩我和媳妇孩子 还有仲虎以及媳妇孩子 你说的仲虎就是二弟 对 他排行老二 哥 家里来客人了 是啊 两位警察同志 行那你先陪他们聊着 我还有事 干吗 急啥 问问话再走也不迟吗 你陪他们聊 我还有事呢 你给我 你给我回来你 你是刘仲虎 你是刘仲虎 见过这辆奥迪车吗 没见过 我可以走了吗 不行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问你 王老板 家明明这么长时间不出面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他处不出事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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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的是 他手里的东西 听说 警察他们那边 已经找到家明明 坐的那辆车了 家明明如果真出了什么事 那警察一定会先找到 那个东西 到时候 恐怕会把您给牵扯进来 你让我好好想想吧 你让我好好想想吧 好 我先下去了 好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叫贾明明的女人 你认识吗 我认识一个什么叫贾明明的人 你看仔细了 我都说了不认识 我能不能走 你说你们兄弟 到底做的是什么生意啊 挣这么多钱 盖这么好的别墅 真的是让人挺羡慕的 不是 你 没事 接吧 怎么回事 还能不能来了 迟到了 马上到 好了 有警官 我是真的有急事 好吧 你走吧 你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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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我这也没什么事 我也该走了 谢谢啊 等会儿 我想起来了 我是见到的 我是见到过一辆奥地车 什么时候见过 十九号那天 我是看到了一辆奥地车去过公坟 那你还记得 他祭拜的是哪一个坟吗 大概记得 你现在能带我去吗 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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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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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他去后山的废弃踩车场了 赶紧过来 好的 知道后山上 有一个废弃的工厂房 知道 知道 怎么走 我们不是去贡坟吗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我你弟弟的事情 其实你知道你弟弟出去干什么 你是怕我们出去之后跟踪他 所以才使了一出 调虎离山之计 我可以告诉你 我是刑警 我不是为了交通事故来的 我是为了一桩人命案来的 你考虑清楚 刚来的路上 有条小路 可以直接到后山了 是 是 他们被骤名 Temple 好吗 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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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三个女孩 快走 王探长 你来开始吧 好 姓名 籍贯 年龄 文化程度 于洁 男师是岭南于家沟人 二十六岁 大学本科毕业 你说尸体是你偷来的 从哪儿偷的 山南合家沟 一个农户的女儿 为什么偷尸体 因为刘家有给他家老三刘叔虎结盈婚 你的意思是 刘仲虎让你去偷的尸体 对 男生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没绑架他们呀 他们都是自愿跟我走的 我没绑架他们呀 他们都是自愿给我走的 自愿 他们凭什么自愿跟你走 因为那辆奥迪车呗 美女 去哪儿 我送你 多少钱 不要钱 有这么好的事吗 因为我喜欢你 你好直接 我这人不喜欢迂回 这车是你的吗 这话说的 这车其实是你的 真的吗 你要是不愿意 就算了 等等 你能替我打开车门吗 吴月函 还有傅全希呢 人都一样 建了好车没有不动心呢 我大战女学生从来没失手 故事呢也读如书一辙 你确定你们都要听 那他们三个人现在在哪里 他们被我安排在同一个宾馆的不同房间 哪个宾馆 南石宾馆 是吴月函吗 你谁啊 穿好衣服跟我回警局吧 为什么呀我犯什么法了 那倒没有 只是你的高副帅 正在警局等你 来 代表总 知道他们两个是谁吗 我又不认识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们俩可都是你的情敌 见过这辆车吗 见过 开车的是这个人吗 是 就是他 你们两个什么关系 我跟他没关系 没关系你上他的车 你就没怀疑什么吗 怀疑肯定是有的 但是他并没有伤害我 我想他应该在考验我 所以也就安心住了下来 为什么不跟家人和朋友联系 他说做到女朋友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一周之内 只能和他联系不能和任何人联系 我想他应该在考验我对他的忠诚度 为了能帮上大款 我觉得我应该试试 同样的话 他对那两个女孩也说过 你们三个竟然全都照做了 很傻很天真呗 差点上当了 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 钱有那么诱惑人吗 只有不缺钱的人才会这么问 我们这种没钱的人 永远都不会懂的 你说说吧 你把那三个女大学生 从江陵勾引到男时 到底是什么目的 我就是跟他们玩玩 我装高帅 也不可能一直不露馅吧 你们也看到了 我没把他们怎么样 他们不跟家里联系也是自愿的 那辆奥迪车是哪儿来的 车是我老板给我的 老板 老板是谁 我们都要他老板 真迷失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个打工的 所有的实验信息和作案工具 都是老板给我的 老板把车给我 告诉我实体在哪儿 我把事办好了 再把实体还给老板 就是这么简单 我看这车不错 就寻思着 开出去泡个妞什么的 这也没想到 还一泡一个准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三个女学生跟你做的生意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他们三个跟这件事 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 那辆车是老板什么时候交给你的 你一共用这辆车 做了几次案 倒了几具尸体 车是 十二号给我的 做了三次案 倒了三具尸体 其中一具就卖给了刘忠虎 那另外两具尸体呢 这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在老板那儿吧 为什么会有一具尸体在你那儿 那一具是老板给我的抽筋 老板 你在吗 老板 你不是要做吗 你还要做啊 你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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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办呢 让你参与一次尸体的交易 山南刘家三虎的老三 刚刚车祸去世了 他的两个哥哥都很吞他 尤其是那个二哥刘仲虎 你把这个女的介绍给刘仲虎 他一定会花高价买下的 拿到抽金后三期开 如果你干得好 以后出伙就不用再干了 谢谢老板再配 绝对不会辜负您对我的希望 你完事之后 把车子给我扔到水库去 切记 一定要扔进水库 我明白 你放心 你是十九号去的刘家村公坟 对吧 对 十九号是刘叔虎下葬的日子 我开车去坟场 跟刘仲虎聊了几句 他答应买下这具尸体 给他弟弟结姻婚 我们拒绝了个时间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怕尸体变质 就租入炼冷冻车 没想到 你们来得这么快 那辆奥迪车现在在哪儿 第二天被我扔了 是 你干什么呢 我还被人发现 就一路上山 下山的时候 车已经不见了 我就给老板打电话 说车已经被我处理了 你现在就给你的老板打电话 开免提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你还有什么别的方式 您能够联系到你老板吗 我老板一向是神工建筑部价位 电话号码也一直换 只能他联系我 我联系不上他 好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老板平时打牌吗 这 我还真不知道 这是在奥迪车上发现的 你觉得会是谁留下的 这应该是我老板的吧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余杰口中的这个老板是个鬼 似乎和贾明明的批大生意 扯不上什么关系 但是他们一个是给活人提供情人的 一个是给死人提供情人的 而且面对的客户都很高端 再加上老板使用道敌车 也确实是贾明明租的 车里也发现了红桃六扑克牌 所以即便这个老板不是红桃六 那么找到这个老板 也许就能抓到红桃六 那咱们现在怎么做 现在赶紧调查所有 最近因为意外而死亡的未婚男青年 请等一下 你能在这么快的时间内 找到失联的三位女大学生 我们都很佩服你 你们帮我们完成了任务 但是你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我们领导已经给韩队长打过电话了 他们一致同意我们三个人留下来 帮助你们寻找另外的两名被盗的女士 并且这个案子由你全权负责 我们三个人随时听从你的安排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韩队 希望你们协力合作 共同破获这个 道师犯师的犯罪团伙 喂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去 对不起啊 我家里有点急事 我要先走了 来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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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去啊 我找李浩哲算账去 算账 男未娶女未嫁的 你能找人家算什么账啊 你这还怪上我了 我不怪你怪谁啊 亏你还受过高等教育呢 亏你还在研究所实习呢 你知道什么是冷静 什么是思考吗 你看看你 感情用事 头脑发热 容易冲动不计后果 正常人谁受得了你啊 你就那么离不开那个李浩哲吗 对 我就这么离不开他 反正你今天哪儿也不许去 我今天必须去 不行 凭什么呀 你又不是我亲哥 你凭什么不让我去 凭我是个警察行了吧 我跟你说 那个李浩哲现在身上有很多可疑的地方 他很有可能和贾明明的事有关系 他现在对那个贾静静那么好 也一定是有别的原因的 所以我才要找他问个清楚啊 你能问清楚什么呀 不许去 你凭什么不准我去啊 这倒又不是我的家 你信不信我现在报警告你非法拘禁 你报什么警啊 我就是警察 谁知道你现在是不是真警察 你说什么呢 没 没说什么 你 太僵了 慢点啊 小心点 小心点 就是 师傅 那个后面 谢谢啊 慢点 慢点 放到 靠墙放 放到西面啊 浩哲 你回来了 赶紧的帮帮忙 不不不不 这干吗呢 我告诉你 我把咱们家的次卧呀 租给可可了 租 其实也不是什么租了 他每天帮我做点家务啊 我呀 不收他租金 我看看那个床怎么放的 奶奶 奶奶 出来跟你说点事 什么事嘛 可可 你先自己干着啊 奶奶 哎呀 你这孩子 什么事呢 我正忙着呢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怎么了 人家小可现在不是咱家媳妇 怎么去住到咱家了 多尴尬呀 万一要让她家人知道了 怎么解释啊 是她自己主动要搬来咱们家住的 又不是我逼她的 我就是要让她们家人知道 我就是要让她们家人知道 是她们家闺女死心塌地的 要跟咱们老李家 又不是咱们老李家 可着劲求她的 哎呀 哎呀 我这是为了帮你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奶奶 你过来帮我把被套弄一下呗 哎 我正忙呢 让浩哲去帮你啊 快去 去呀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啊 刘潇克我告诉你 我们已经分手了 李浩哲我告诉你 你别想这么容易 就把我甩了 我搬到你家 我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我的 你以前是我的 现在是我的 以后也是我的 永远都是我的 李浩哲 哎 我告诉你 我就是爱你 我才不相信你和假惊情 发生了什么呢 我相信你爱的是我 不是假惊情对吗 先把手放下来行吧 你先回答我 你先你先放下来 小柯 快 小柯 你已经长大了 既然你已经做出了决定 哥哥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哥哥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可是我想 如果老板把人弄到外地去 那可就难找了 余杰被抓了 老板也知道自己暴露了 咱们的人又在大张旗鼓地调查结因婚的事情 但是好不容易弄到手的人 肯定不能砸在自己手里啊 所以老板一定会在想办法出手的 我在想啊 咱们可不可以右地深入啊 来接我了哥 走吧 上车再说吧 走吧 上车再说吧 我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做 但是 三弟全下有知 他不会同意你做这种事情 他同不同意是他的事 做不做是我的事 我没做到是我这个哥哥的失职 如果有机会 我还会做 你 你怎么就执迷不悟呢 这说明我比你更爱疏忽 人呢 在哪儿呢 老板 我们在这儿呢 都准备好了吗 我们也先都打量清楚了 好 跟我走 师父 有情况 那个刘仲虎放出去之后 果然大张旗鼓地 寻找和他弟弟年龄相仿的去世女孩 看来 你的这个计谋确实有效果了 走 去看看 可 pun 运辩 伤火啊 你放心吧 哥答应过你 一定给你找个好女孩 哥不会失言的 哥一定要给你办一个 轰轰烈烈的婚� 윤 好哥哥 我佩服 你是谁啊 我是来给你弟弟送新娘的 你是余杰的同伙 我是余杰的老板 余杰能给你办的事 我一样可以给你办成 我的服务肯定比余杰还要周大 师父 抓不抓 抓贼要抓脏 在没有找到尸体之前 咱们不能打操警舍 无法平静 天上星星 多美丽的星星 请带着我 搬随我 搬随我 带着我 飞出痛苦海洋 告别昨天 告别所有烦恼 让我揭开 心中且拥抱 好美好 美好 明天 好美好 嗯 很有心中就要 潜昏我 可的不必要 很快 不是余杰的 让你扶平如何能够让心静 天上星星 多美丽的星星 请带着我 带着我 带着我 飞出痛苦海洋 告别昨天 告别所有烦恼 让我揭开 心中解拥抱 美好 明天 请原谅 过去的错 我们两天 你做的一切 让我重新生活 天上星星 多美丽的星星 请带着我 带着我 带着我 飞出痛苦海洋 告别昨天 告别所有烦恼 让我揭开 心中解拥抱 美好 拥抱 明天 拥抱 明天 啊